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纳塔莎之舞》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一幕 狩猎归来的伯爵小姐纳塔莎被老人邀请到小木屋做客 和老人同住的是农庄里结实的农奴和女管家 管家端出一盘俄罗斯特色饮食 随后房间里传来巴拉莱卡的轻声 老人踩着逐渐加速的节奏唱起民谣在大街上 齿树凶意的唱法唤起纳塔莎心头莫名的激动 她拍掉披肩站起来,双手插腰抖了抖肩膀 接受法师教育的伯爵小姐何曾汲取过俄罗斯舞的精神 但她一站定,在场的担忧便顷刻消失 她跳得地地道道,丝毫不爽 透过笑声流出了眼泪 她毫不费力地领会到被社会阶层隔绝开来的乡村文化 一条看不见的情感纽带沟通了全体俄罗斯人的内心 托尔斯泰笔下的《纳塔莎》之舞 不能被当作真实的文字记录来看待 更应当被诠释为某种艺术信念的依托 这种信念的核心是两个世界的相遇 即贵族代表的欧洲文明与地道农民的传统文化融合 形成建立在大俄罗斯原则上的民族意识 这种富有象征意味的历史沉思 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文学家 民族先知和道德领袖所肩负的重任 然而没有一种互动能够产生单一的民族文化 也根本不存在托尔斯泰想象中纯正的俄罗斯民俗 它所勾勒的乡村元素部分来自亚西亚草原的蒙古骑兵 农民手帕上的装饰图案参考了远东的同类商品 大多数俄罗斯民歌实际源自城镇 俄罗斯舞则吸纳了萨满教义式的经典动作 因此本书探索俄罗斯性的方式 是将其视为一系列独特经历和创造活动的集合 这种捉摸不定的历史记忆 将比任何政治隐喻或民族神话更为真实 为了达到对俄国文化形态多样新的纯粹体验 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写意的文化叙事风格 本书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 顺应了这一趋势 大大增强了其著作的大众阅读性 与此同时 身为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 他还擅长以专题形式 梳理繁杂的历史线索 从而面对18到20世纪的俄罗斯史 进行贯通性的呈现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解读《纳塔沙之舞》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我会解读彼得大帝如何杀上建成 打造圣彼得堡的启蒙舞台 发现欧洲梦背后危机暗藏的文化断裂 我会展示自由派贵族的民族身份再发现 树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因后果与遗留问题 我会速写《农奴解放后》的生存概况 展现民族神话的破灭与现实主义理想的复兴 通过今天的解读 你将把握俄国近代史的整体脉络和文化细节 借鉴民族意识与自我身份的艰难求索 透视大国崛起与变迁的沧海桑天 下面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首先来看要点一 彼得堡要塞与欧化国家的发源 1703年春天 沙皇彼得率侦察兵骑马 穿过了涅瓦河入海口 在来自内陆的俄罗斯人看来 大河惠海的壮阔景象充满了希望 精神一振的彼得用刺刀割下两块泥炭 把它摆成十字后说 这里应该建一座城 很少有比这片沼泽更不适合作为大国首都的宣址 事实上 一千年前 它在海平面以下掩埋 两万名劳工接受全国应照 他们徒手挖泥 拖拽木头 用原始的建筑技巧 创造了彼得堡要塞的工程奇迹 这座城市的崛起仿佛深化 宋歌的作者 甚至把彼得的口语比作上帝那句要有光 不同于任何因商业和地人政治发源的城市 彼得堡的造物无不为了视觉效果的呈现 观光客往往惊讶于他的造作之美 每跨出一步都要为城市与舞台的结合 彼得对建筑风格的爱好非常广泛 由此催生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罗马圣彼得堡大教堂 礼家坚顶教堂的混合体 卫士东宫和下园胜过凡尔赛宫 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甘菊树 从中东运来观赏鱼 从印度运来飞禽走兽 哪怕他们大多挨不过俄罗斯的一个寒冬 尽管借鉴痕迹明显 彼得堡的辉弘布局和巴洛克建筑群像 还是营造出鲜明特色 作为短短50年拔地而起的城市 他的建筑师无需为了绕过历史遗迹而见缝插针 笔直的线条和直角在辽阔的全景中尽情呼吸 横向铺展的低矮宅底 利用河流的倒影重塑比例 在尽情施展古典主义理想的同时 彼得堡贵族 职员和工人的居住区 被运河与街道截然区分 由此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 然而呢 在欧洲梦的表面之下 旧俄国的秘密仍然若隐若现 即使是所有街道中最为欧式的聂瓦大街 也洋溢着一股俄罗斯式的松散气质 按照规划 他应当以海军总部为起点 直通三公里外的亚历山大聂夫斯基修导院 由两组工人从两端同时施工 但当1715年接到完工时 聂瓦大街在两队人马会合的地方 明显扭了下腰 如果把两世纪前的莫斯科公园 比作棚头垢面的老妈子 彼得堡的乌托邦工程 则近乎全副武装的景观 作为根治于拜占庭时代 东正教会的宗教文明 莫斯科公园是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延续 它绕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也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和近代科学革命 修导院垄断了教育 而教会压制着世俗艺术的发展 与圣哥相对的契约被视作罪行 尤方艺人被迫带着古斯里琴 躲避教会的耳目 扁平的圣像让远道而来的欧洲画家 震惊于他的丑陋 将克林姆宫里的供奉比作镀金 到彼得登上王位时 莫斯科印刷厂出版的宗教类书籍 不会超过三种 从远古开始计算的俄罗斯伟大作家 恐怕不足二十 青年彼得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反叛者 厌恶他在红场焚烧异教徒的野蛮 他为了抵触改革率领教众自分而死的万古 彼得广泛地游历北欧 亲自掌握军事强国必需的科技 和现代文明必备的教室 在他之前 俄国从未出现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 沙皇的陈辽大多睡在铺着稻草 席子或衣服的长灯上 冬天则上扛跟仆人 鸡和猪躺在一起 彼得制定了一套具有军事化色彩的官绪表 明确贵族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上下级之间遵循怎样的礼仪 即便一场宴会的食物也要按照阶级攻击 桌子最末端的客人可能只有看到菜色的机会 为了维系与特权地位相符的尊严 贵族必须大肆挥霍 以配合沙皇打造的与波兹坦相媲美的超级宫廷 占据沙皇仆人中顶端位置的舍列梅杰夫家族 历经六朝长盛不衰 是俄罗斯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独立贵族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舍列梅杰夫家族拥有超过八十万公顷的土地 和二十万登记在岸的农奴 其中位于彼得堡郊区的宅邸泉宫 几乎是俄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普希金 科洛夫 如克福斯基 阿赫玛娃等文学巨匠 都曾在此居住 苏联时代时他被改造为集体宿舍 如今作为音乐博物馆供游客参观 这种奢侈的贵族文化 以数百万农奴和手工业者的劳动为基础 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 会弥补任何技术方面的匮乏 涉猎梅杰夫家族有一支同管乐队 每位乐手只会吹一个音符 其终身事业便是为这一刻发声 每年涉猎梅杰夫家族的家奴中 会诞生几百位幸运儿 被送到国外或宫中 接受顶级的艺术教育 尽管他们因此获得更高的待遇和地位 但对于被解放的心灵来说 继续忍受主人的打骂 意味着更加尖锐的痛苦 将涉猎梅杰夫家族的歌剧视野 推向巅峰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伯爵 与农奴艺术家普拉斯科维亚的爱情悲剧 可谓这一阶级鸿沟的现实写照 普拉斯科维亚出生于铁匠师家 凭借天然的美貌和嗓音 对外语和表演技巧的传授 成为俄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巨星 伯爵既不漂亮也不潇洒 他年老 矮胖 而备受疾病折磨 凭借对浓浓女孩拥有的特权 把她们收入房中 但对艺术的敏锐感知 与内心深处对浪漫的憧憬 促使伯爵遣散了她的后宫 以爱情滋养她灵魂的普拉斯科维亚 成为她公开的妻子 接下来的二十年中 不仅伯爵在社会习俗 与自然情感的冲突中备受折磨 饱受争议的普拉斯科维亚 也在唾弃声中心力交瘁 最终死与非结合 为普拉斯科维亚送葬的人很少 涉了梅杰弗家族的亲友 甚至无人出席 伤透了心的伯爵 辞去宫廷植物回到乡下 将余生献给宗教研究和慈善誓言 为了补偿普拉斯科维亚所属的农奴阶级 伯爵解放农奴 降低赋税 花费大量金钱 兴建乡村学校 孤儿信托基金等等 并以普拉斯科维亚的名义 建立了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公立医院 此后多年 她都保持微服离开宫殿的习惯 默默走去彼得堡大街 向穷人发钱 她死于1809年 是全俄罗斯最富有 无疑也是最孤独的贵族 在给儿子的遗嘱中 她直觉敏锐地写道 一时的辉煌 只能带来瞬间的满足 然后就会从我 同时代人的眼前消失 她在心上 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烙印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伯爵与农奴的爱情悲剧 展现了彼得的改革措施 始料未及的结果 贵族的心灵 并不应奢侈的享乐 得到滋养 与之隔绝的土壤上 仍分有他们的一部分人格 农奴所在的大地 始终是他们牵挂的来处 和向往的归宿 这一结果将在名为 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青年中 得到最大华的体现 并最终把农奴神化为 解救贵族的腐朽灵魂的解药 继续来看要点二 自由派贵族与十二月党人起义 在1812年 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之际 年轻的副官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 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做出了这样的军事报告 当亚历山大询问 军中士气如何时 谢尔盖满怀信心地说 每一位农民都是爱国者 当问到贵族的情况时 他犹豫良久后 坦言为自己所属的阶层 感到羞耻 此时正是18、19世纪之交 沃尔孔斯基所属的贵族阶层 开始了对民族发现的初步思考 众所周知 法国大革命前 每一位圣彼得宝精英 都把对欧洲的渴望 当作自身存在的理由 贵族青年将欧洲留学的经历 视作精神洗礼的朝圣 由于崇拜英国 而为自己的俄罗斯父亲 感到羞耻 对外语的痴迷 导致母语的使用 达成问题 法语成为上流社会 当之无愧的通用语言 而在使唤仆人时 专用的俄语 则显得农民枪十足 传统俄国的东正教信仰 能为农奴生活区的特产 来自德意志的家庭教师们 所持有的天主教信仰 似乎远比本土宗教高贵 鉴于欧洲崇拜 已经达到自我否定的地步 为莫斯科乡山文化辩护的 民间运动 开始向彼得堡代表的 欧化国家提出抗议 一系列讽刺作品 尝试以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描绘俄国特征 由此奠定了 19世纪民族叙事的基调 亦即外国人虚伪 而俄罗斯人忠诚 外国人重视理性 而俄罗斯人在意灵魂 民族最高的美德 仅存在于最卑微的民众之间 西方的宗教堕落 亟待俄罗斯救世主的拯救 以上表述的核心 是俄式民族主义精神 对脚下古老土地的浪漫幻想 更是对从未认可过俄国文化的 欧洲人的间接包袱 当时的剧作家冯维新 怀着蔑视写道 我们对待欧洲人 仍像外省人 对待首都居民那样低声下气 近乎羞愧 把一切差异视为缺点 然而 欧洲距离俄罗斯人想象中的 理想国还很遥远 是时候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什么不好 哲学家赫尔曾 则目光敏锐地分析道 与其说我们再定义西方 不如说再定义俄罗斯本身 我们需要欧洲 作为理想和谴责的范例 这样的欧洲 即使不存在 我们也必须把它发明出来 随着法国大革命 和雅各兵派恐怖统治到来 俄罗斯人进一步削弱了 把欧洲当作进步力量的崇拜之声 俄国政府决心切断 和革命中的法国的一切联系 一席之间 换上孔法症的归族 把法兰西视作反复无常 和无神论的代号 一个世纪以来 随着始至不渝的世界主义官欢 沦为笑柄 梦碎的俄国人被迫追溯历史 以便重新拥抱民族和国家 而这一切都要从战场上的贵族军官 开始正是农奴士兵说起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 出身于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 从小接受着贵族 是祖国真正的儿子 农奴是人性畜生的情欧教育 这位方渡偏偏 说话细声细气 却一脸严肃的青年深得王室的喜爱 特准他成为少数未经通报 便能出入沙皇司宅的成员之一 尼古拉王子比谢尔盖小九岁 当他还是孩子时 常常要求谢尔盖 按照奥斯特里茨战役中 拿破仑军队的方阵排列玩具兵 彼时二十四岁时 谢尔盖已经参加了超过五十场战役 对普通士兵爱国热忱的所见 使他隐约形成了 以群众为基础的民族概念 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 这位少将与士兵同吃同住 彼此扶取 在他负伤或失去供给时 全靠农奴士兵的见多识广 才得以豁明 出于对士兵的敬佩和感激 谢尔盖逐步废除了严酷的军纪 并草拟了新的军中受则 这种贵族军官与农奴士兵 建立友谊的自发尝试 成为了三十年代 民主知识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先生 他们如农民般粗鲁的作风 对轻浮娱乐不耐烦的态度 和对严肃问题的兴趣 都为上流社会 带来一股新兴力量 从军营会乡后 部分贵族为了反抗 为沙皇服务的观念 而拒绝公职 自发成为艺术家或文学家 尝试以剪辑凝练的笔触 代替沙龙式美学 书写史诗性的诗歌 他们公开捍卫人的价值 反对农奴制特权 把农民的劳作 拔高到古希腊英雄的高度 歌颂他们为国牺牲的精神 和面对死亡时 近乎冷漠的克制 一场为农奴而战的隐秘变革 正在新贵族中悄悄酝 1825年 谢尔盖接到一位 十二月党人领袖人物的命令 要求他把普希金 招纳到他们的密谋之中 计划并未按时实施 因为谢尔盖深知 普希金其人已轻率著称 而此时关于叛乱的谣言 已经甚嚣尘伤 十二月 沙皇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 致使起义被迫提前 谢尔盖就起义时间和地点 与北方协会进行讨论 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士兵既无意弑军 又没有武装起义的打算 许多人对于什么是宪法 根本没有概念 对此一位领袖自我安慰党 他们不会想这么多 我们的士兵优秀又单纯 这种一厢情愿 把农奴捧得很高 实则是把他们置于过低的境地 最终只有三千名农奴士兵 响应军官的号召 来到元老院广场 他们在寒冷的天气里 无所适从地 站了五个小时 随着新沙皇尼古拉的嫡系 下令开枪后 做鸟兽散 这场虎头蛇尾的棋役 致使五百名十二月党人 被抚 五位主要组织者 被判处脚刑 当他们被吊上脚刑架 而脚下的木板抽掉时 其中三位 因为绳子没能承受体重 而吊到了沟里 一位组织者 立刻嚷嚷道 多么悲惨的国家 他们连怎么操作脚刑架 都不知道 在十二月党人中 没有一位像谢尔盖那样 与皇室联系密切 当这位贵族青年 沦为玉球时 他的母亲尚且在东宫里 微笑着伺候太后 受到背叛的尼古拉 对这位儿时玩伴相当严厉 他判处谢尔盖 二十年的戴罪劳动 剥夺了他的贵族头衔 和对法作战获得的勋章 并命令他终身不得离开 西伯利亚的流放之地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 谢尔盖夫妇及其子女 在官方意义上的身份 成为了国有农民 凭借着许多流亡者 从未掌握的惊人天赋 彻底融入了农村生活 这位农民伯爵留着胡子 很少洗澡 脸上带着胶油 身上一股牛棚味 坐在面粉带堆积成山的 马车上赶集 但他仍能说一口纯正的法语 像真正的法国人那样 发耳影 作为历史变革的复杂缩影 谢尔盖被赋予了大量 富有表现力的文化符号 他是托尔斯泰儿时的偶像 和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原型 他是莫斯科大学生心中 出现在俄罗斯荒野上 月亮般苍白的嫉妒 为了被政权镇压的民主事业 化身受难的救世主 不过 跑开各路人士赋予他的复杂身份 谢尔盖本人始终把沙皇 是做帝国团结的唯一希望 当他听闻尼古拉去世的消息 不禁像孩子一般 事生痛哭 他在哀悼自己 曾经认识的那个男孩 宣泄自己 在西伯利亚忍受的种种苦难 更在为这个国家难测的未来担忧 等到亚历山大二世纪尾时 全国已经爆发超过五百场农民起义 新任沙皇终于相信 解放农奴是避免自下而上革命的唯一 谢尔盖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他担心自己在农民解放前死去 而亲手草拟了土地改革的方案 尽管1861年通过的农奴解放法案 并不如他的构想那般彻底 但这一小步仍然让他看到了地主 与农民和解的希望 临近去世前 谢尔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选的道路把我带到了西伯利亚 流放了三十年 在此期间 我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贵族式的农奴理想 终将在现实面前破碎 正如谢尔盖在他转化身份的 漫长岁月中所目睹的 当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农村中间 迎接流亡者的 是农奴一如既往的误解与摸失 就好像那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 这种思想的冲突 究竟是如何产生 又将如何化解呢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点 民族神话与福尔加和尚的欠夫 1873年夏天 成亲上万来自上流社会的学生 自愿与家庭划进阶线 他们加入走到人民中去的浪潮 试图见证俄国农民天然的社会属性 并坚信能在农民中间 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不少年轻的传道者 为自己优越的出身深感迁就 把教育农民成为公民 当作弥补自身原罪的文化使命 与此类似 同时代的民粹主义者声称 农民是天然的集体主义者 斯拉夫主义者认为 农民在容忍而悲迁地追求真理 民主派视农民为自由的斗士 总之任何一个厨房里的杂役 都比欧洲甚至高贵 然而 作家图格涅夫 却早早看透了激进活动的虚望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进步人士大多有良好的品质 和真诚的内心 但是他们追求的方向错误 且不切实际 如他所言 大部分学生因为无法忍受 集体宿舍的糟糕环境 无休止地使用全纷争 和复杂的感情纠葛 很快离开了农村 即使他们能够忍耐环境的恶劣 也难逃农民的才艺和敌意 无力完成传播革命理想的使命 农民往往谦逊地倾听学生宣传革命 却对他们惺惺作态的劳作 和自以为是的同情深感不屑 一位革命宣传者在为农民描绘 美好未来时说 将来土地会属于受苦受难的人 没有人会剥削别人 文言农民激动地叫道 太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找两个故宫替我干活 无论如何 他都无法叫农民想象出 没有剥削的日子如何过下去 至于赶走沙皇的许诺 更让农民们愤怒不已 对无法确切区分 上帝和沙皇的农民而言 让诽谤沙皇者锒铛入狱 是对他们的大不敬行为 最好的包袱 不少革命者在被警察围剿后 深感幻灭 他们发现 当农民这个未解之谜 被细心观察后 那些积极以求的美好形象 好似从未存在 面对农民生活区中赤裸裸的盗窃 酗酒 乱伦和家暴现象 即使是那些坚称农民 是天然基督徒的知识分子 也无法自愿其说 要知道 几个世纪以来 俄国农民都宣称 拥有殴打妻子的权利 类似媳妇奏得越狠 汤就越好喝的俄国言语 更是屡见不鲜 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 如此描述着 农民的生活缺乏审美的乐趣 这种空虚需要被填满 他们把妻子夹在地板的缝隙中间 然后有条不紊 心不在焉地 一下下抽打下去 任由动物般的哀鸣 伴随着福特加 刺激着大脑 当妻子慢慢安静下来时 鞭子来得更加急促 突然随手抄出木棍 在妻子背上狠狠撬断 够了 他在桌边坐下 喘一口气又喝了一杯 作为医生的契和夫 拥有多年的一诊经历 在参加俄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 他发现 农村每十个新生儿中 有六个会在一岁前要者 自从相及行政权 下交给农村公社 按家庭规模分配土地的作风 大为盛行 带来的结果是 俄国人口出生率 超出同时期的欧洲 平均人口出生率 近乎两倍 原始的耕作方式 和天文数字般增长的人口 致使土地资源迅速枯竭 无地可耕的年轻农民 跑到莫斯科做服务生 回头便将知识分子 竭力歌颂的乡村 视作赤平的黑暗之地 这种背叛对知识分子而言 无异于致命打击 作为俄罗斯灵魂代表的农民 迷失在愚蠢的城市文化中 摇上一变成为乌鸦鸦的平庸大众 事到如今农民究竟在哪 农民是什么面目 伴随着民族神话的层层波落 追问者渐渐窥见了那幅 带着人类共通的善恶 与悲欢的现实面孔 刚刚完成福尔加和尚的 欠夫的耶利亚列宾 加入了现实主义领头羊 斯塔索夫的艺术圈子 过去三年里 他和曾是农奴的人共同生活 在笔记上画满了 具有民族学特征的素描 当地村民认为画家 在做魔鬼的工作 而拒绝担任模特 最后他勉强花钱 请来几位欠夫 有的世代务农 有的曾经是圣像画家 有的当过士兵 有的做过教室 列宾哀悼于 他们在非人的牢役中浪费才华 那些饱经风霜的肌肤 深深嵌入嵌绳的时刻 成为全体俄国人 被压抑的创造力的象征 这幅作品 无疑是关于苦难与尊严的杰作 他没有象征的脸谱 也没有理想化的抒情 每一张脸都在讲述 哀痛和苦难 并蕴含着反抗的生命力 列宾在寄给斯塔索夫的信中写道 这片广阔的土地被人遗忘 无人关心 被提及时只有嘲笑和轻蔑 但这片真实存在的土地和上面的农民 正过着我们有可能度过的一生 作为斯塔索夫麾下 带领俄罗斯艺术重回历史舞台的三驾马车之一 列宾漫长的艺术生涯 受到这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指导与控制 1890年 作为投马的列宾 对倩夫一样 拉动福尔加和博传的沉重使命 感到厌倦 他无法不为法式肖像画和咖啡厅接近 深深吸引 列宾向往的纯粹艺术 至于斯塔索夫执着的实用主义民族艺术而言 无异于腐朽和堕落 两人的关系近乎决裂边缘 不过列宾最后还是和斯塔索夫重归于好 无论法国艺术的光芒如何吸引他 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无视祖国那些沉重的问题 经历民族身份断层带来的疼痛 渴望拥抱农奴的贵族一度沉浸于自欺的理想面具 又被丑陋而艰辛的现实生活击碎了美眸 终于认识在对面农民的身上 看到自己命运的缩影 看到人类共通的悲欢 看到无意的平凡与伟大 回归他到出发的地方继续承担他 身为俄国公民不容推辞的义务 而历史的长河便在这循环往复间不断前进 让我们从俄国的历史中反观自身的过去与未来 好了 到这里你已经听完《纳塔沙之舞》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我们从三个方面重点学习了本书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欧化的俄国面临着民族身份断层的困境 木制的俄罗斯农舍与大理石的贵族之家画下了信仰和习俗 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人造鸿沟 渴望拥抱彼此的贵族与农奴 在社会习俗与自然情感的矛盾间备受折磨 其次 随着俄国上流社会的欧洲梦预趋破碎 把农奴当作贵族腐朽朽心灵解药的自由派贵族 在1812年的战场上与农奴士兵结成联盟 13年后 12月党人以保卫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名义发动起义 却始终未能得到农民的理解 最后 农奴解放与走到人民中去的时代浪潮 促使知识分子切实地展开文化反思 对长期以来的民族神话与农民崇拜进行再认识 他们在艺术与政治的多个领域 探索真正的俄罗斯心身在何方 并最终窥见到那条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必有之路 好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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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